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将对抗莱西乌军的指挥权从军方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局 这边想请教您的是 您老人家判断乌克兰在这次拜登总统以及北约的默许甚至支持下 采取的这次突袭俄罗斯本土的行动 是为了唯威救赵缓解乌东的军事压力 争取更好的战后谈判条件吗 普京在乌军占领了部分库尔斯克州以后 也仍不放弃他所占领的乌东地区 似乎想等待乌军的攻势转弱 如果普京还是能够指挥地动俄罗斯军阀的话 乌军的资源似乎也难以投入大量兵力 从库尔斯克直逼到莫斯科 那么后续的战史 以及后普京时代的接班形势会如何发展呢 刘仲敬 就是莫斯科周围 这里是俄国人所谓的中央俄罗斯 Central Russia 我们要注意 照大俄罗斯的算法 中央俄罗斯其实是包括哈尔科夫 Karkiv以北的所有地方的 也就说 其实包括了国界线上画的乌克兰的一部分的 中央俄罗斯是一片很平的土地 处于森林草原带的交汇点上 莫斯科以南是欧亚大草原 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 直到卡尔巴千山脚下 都是欧亚大草原一部分 所谓的南俄 南俄是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 在历史上讲 在俄罗斯帝国建立以前 欧亚大草原是流动的 乌克兰人跟突厥人是极少有区别的 历史上 穆斯林世界所谓的突厥雇佣兵之类的东西 有很多其实都是金发碧眼的乌克兰人 是白人雇佣兵在统治他们 历史上的匈奴蒙古这些游牧帝国 虽然总人口的大多数 并不是今天所谓意义上的白人 但是很多重要的家族 从基因上看就是今天所谓的白人 跟乌克兰人的差别也很小 中央俄罗斯的森林地带跟草原地带不同 草原地带在流动的游牧民族的进攻之下 不容易建立定居国家 基辅罗斯建立的边境政权是很容易遭到掳掠 这个跟美国西部居民面对印第安人的形势有点相似 但是这一次弱势的是基辅罗斯这一方 因此 基辅罗斯各城邦向东北罗斯森林地带的开拓 是以森林地带为基础 莫斯科就是森林地带的边界 东北方是比莫斯科更加强大 和正统的弗拉基米尔 Vadimir 在往北是特维尔 Tiver 南方是梁赞 Riassan 坦波夫 Tombolf 沃罗联日 Voranish 沃罗联日其实就是莱比锡 铸 利佩茨克 Lipetz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在马格德宝法 Metberg Rice的统治之下 波兰以东的国际贸易 包括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其实是日尔曼系商团主导的众多共和国之一 所以莱比锡这个地名被搬到了东欧 就像是约翰 John 和让 Gin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只不过是来自英国就翻译成约翰 来自法国就翻译成让一样 沃罗联日和莱比锡也是同一个名字 只不过德语系的就叫莱比锡 俄语系的就叫沃罗联日 中央俄罗斯跟南俄草原不一样 就是它的土地不如南俄大草原那么肥沃 开垢起来也比较费力 但是防御条件比较好 古代的大森林本身就是堡垒 再加上有很多河流可供交流 莫斯科 梁赞 特威尔诸公国是在本来是由芬兰 乌拉尔人战主导地位的森林地带成长起来 跟突厥和各系游牧民族控制的南俄大草原 形成对抗关系 莫斯科帝国成立以后 依靠西方武器的支持 逐步地吞并了南俄大草原 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之下 在顿河河口建立了塔干罗格 塔干罗克一系列要塞 将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一直推进到黑海和高加索 最终粉碎了南俄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 包括两次攻陷莫斯科 大量掳掠俄罗斯人 为奴隶到军事坦丁堡贩卖的克里米亚打打韩国 中央俄罗斯的土地不是很肥沃 因此在南俄征服以后 它不是主要的粮食产区 但是因为它是莫斯科大公国通过征服建立俄罗斯帝国最早征服的地带 我们打个比方说 它就是陈蔡正位众小诸侯所在的河南省 最早被莫斯科征服受到的剥削最深 莫斯科人吞并南方各游牧民族 跟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瑞典人在西方征战 最先剥削的就是河南 所以顺民文化最深 农民最容易接受盘剥的地方就是这里 一方面自然天候条件就是土壤不如南俄肥沃 另一方面官府的剥削力又特别大 人民的抵抗能力又特别微弱 因此这里的粮食产量不是很高 人民像东南方 南方顿河 东方福尔加河 处于边境地带 因此享有较多自由的哥萨克人逃亡 是一条县城的出路 南方有大顿河军 东方福尔加河到西伯利亚 有一系列享有特许权的哥萨克自治区 这些自治区就像是鲁提侠在水浒传中犯了案一样 他说陕甘正是用武之地 小种精略相公跟西夏打仗 我可以去投奔他 只要能帮他打仗 其他事情他是不过问的 就像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样 哥萨克人也是这样子的 在其他地方犯了事的人 你可以到哥萨克去 到危险的前线去 在那里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过去 因此中央俄罗斯 第一是他是一个多道的地带 第二就是他跟福尔加接壤的边区 历史上是中国所谓农民起义高发地区 其实就是流民战争 俄罗斯东方性的有一部分 就是体现在于 它有欧洲封建主义 闻所未闻的流民战争 封建主义欧洲是个自由城市 各封建领地支离破碎 众小邦镶嵌而成 所有人都有固定的介绩地位 一般来说不会有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去出现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也是基本上没有流民的 战国以后秦汉统一以后 郡县制度推行 消灭封建以后 流民战争就出现了 流民战争是莫斯科特有的现象 莫斯科以西的被征服各省 波兰各省瑞典各省从来没有流民战争 游牧民族控制的各酋长国也没有流民战争 只有在这两者之间中央俄罗斯和游牧民族南俄大草原交界的地区有流民战争 比如说斯杰潘 拉辛起义 Steppen-Rebellion 1670-1671 和普加乔夫起义 Pugachev Rebellion 1773-1775 这是俄罗斯历史最像中国历史的地方 就处在莫斯科东南部的这个地区 从历史上看 莫斯科到黑海和高加索 中间的部分是没有任何防御的可能性的 是一派平川 从克里米亚出发可以直达莫斯科 从高加索出发可以直达莫斯科 但是反过来 从莫斯科出发也可以直达塔干罗格 或者直达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 塔干罗格 马里乌波尔这些城市 都是俄罗斯经略黑海建立起来的征服地带 首先在沿海地带建立城市的 这时莫斯科和黑海之间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无人区 然后才有大量的居民移民到这里去 把这些地方变成福尔加顿河 乌克兰变成俄罗斯主要的粮仓 所以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 一方面是为了推行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莫斯科这个南方东方一马平川 赤裸裸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地方 防御莫斯科的合理前线 就在罗斯托夫 罗斯多芳当 塔干罗格和弗拉纪高加索 威雷迪卡夫克斯 从地图上看 就是从俄罗斯的中央 一直朝到俄罗斯 朝到高加索山和黑海 如果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 无法站住脚的话 那么整个南欧都没有办法安全 但是彼得大帝多线作战 没有办法 在攻打瑞典和波兰的同时 又在土耳其和高加索方面做大的措施 他只是在顿河河口建立起了几个孤立的港口 南俄的局势仍然很不安全 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莫斯科 当然 面对西方的外交政策 使他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军工企业基地 运用瑞典和欧洲的技术人员 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造船厂 在图拉 这是图拉 图拉 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 以前图拉跟梁赞或者特威尔比起来 是无足轻重的 它只是莫斯科公国的一个小小鼠疫 彼得大帝在这里建立了俄罗斯帝国第一批军火工业 就像是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兵工厂一样 于是在技术本身比较落后 军事工业 欧洲西宗平常 甚至是质量很低的军事工业 在俄罗斯可以发挥 比在欧洲本身大得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拉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了 图拉是 赵两唐叔的说法叫做是宰相回祥之地 唐人这个说法指的是贱南节度史 贱南节度史地位重要 就像是李宗无所嘲笑的那样 自武丁开山以来 巴蜀几位唐朱弟逃窜后户 唐国的皇帝每一次打了败仗 在长安混不下去的时候 从唐玄宗开始 首先想到的就是避难到成都去 所以 建南节度史地位极其重要 和淮南节度史差不多 淮南节度史重要 是因为大运河从杭州一路通向洛阳 江淮的财富粮食转运到洛阳和长安 主要就依靠扬州这个运输中心和贸易中心 驻洁扬州的淮南节度史是唐国的半个财政部长 不由宰相籍人物坐镇皇帝是不安全的 长安人是会挨饿的 所以 唐德宗欢呼说是 大运河来的米运到了 吴父子刻意得生也 驻 自治通鉴卷232页 786年 因为大运河运来的草米不到长安的话 驻洁长安的禁卫军 挨了饿以后就会发动兵变 直接导致皇帝本人的脑袋都不安全 很容易造成改朝换代的灾难 图拉的重要性从那时就开始了 帝国维持者必须重视图拉 图拉是帝国的军火中心 同时 图拉是莫斯科的南门 莫斯科本来是没有南门的 莫斯科本身就是南门 有了图拉这个军事基地以后 图拉就是莫斯科的南门 丢了图拉以后 莫斯科一定守不住 而且 莫斯科像民国的南京一样 是帝国的陪都 是在圣彼得堡官场锐意进取 而能够得志的人留在圣彼得堡 不太得志的人 就到离开了北京到了南京 等于是变成一个养老的地方 莫斯科是闲散官僚的地方 自身是缺乏战斗力的 而图拉有大量的兵工厂 兵工厂的工人 本身就是半个军人 有很多连身份都是 彼得大帝搞起来的军户 因为彼得大帝 1682至1725 是急于求成的 想要慢慢发展出一批 欧洲式的技术人员 办学校那是缓不济及的 他就采取东方专制君主的野蛮手段 抢征农民入伍 抢征农民做军工厂的军工技术人员 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欧洲的自由工人 而是国家直下人员 就是相当于是朱元璋的军户 他对国家的义务就是禁军事义务 主管军事采义的地主 和主管军工厂的贵族 都享有国家贵族的特殊功名 可以因为对帝国进了这方面的义务 得到大批赏赐 比如说很多庄园和农奴之类的 本来莫斯科并没有在19世纪的人 印象那么深刻的完整的农奴制 跟很多人的想法相反 农奴制反而主要不是在专制主义的 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形成的 而是在锐意改革模仿西方的圣彼得宝帝国时期 形成和完善的 特别亲西方和推行西方化改革的彼得大帝 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对于农奴制的普及要负特别大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要把大量的软弱的 很容易被征服 但是本身还不是农奴的村舍 作为赏赐赏给军工贵族 和替国家办事的新兴官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钱来奖赏他们 只有康他人之楷 拿农民的村舍作为奖品奖赏给这些人 然后被奖励的村舍就变成了法定的农奴 一开始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不过原先村舍交给国家的税务 就交给那些贵族地主了 他们就变成贵族地主的农奴 一开始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身份下降 或者是负担加重 但是时间越来越长以后 农奴身份方面的劣势就变得很明显 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 有很多人发财致富已经比普通地主更有钱 但是论身份还是农奴 从理论上讲你的地主 这个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主或者封建领主了 而是国家贵族 国家贵族对国家进军事义务怎么进呢 就是说他作为国家的将领和军官 他是有权随意按照兵法不勒的需要 调遣手下的农民的 而一般的村舍农民没有这样的义务 一般的村舍农民世世代代住在自己的老家是没问题的 而农奴主作为国家贵族和国家的军事负责人 他是可以把手下的农奴随意像将军调遣他手下的士兵一样 调到别的庄园去 调到很远的地方去 对于农奴来说是个苦不堪言的事情 还可以让他们突然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尽各种义务 对于一个已经发财致富 实际上已经是资本家这样的人来说的话 自己还有一个农奴的身份 那就不仅像是清国的发财的商人 如果不捐班捐一个红顶子 在县官面前还要打屁股 连一个穷秀才都不如 县官是没有权利打哪怕是最穷的秀才的屁股的 但是你发财发的再多 没有公民和身份的话 你的屁股随时都会挨打 那么这样的农奴就会感到他们的地位格外不公平 更不要说跟欧洲的企业家相比 因此形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 始作俑者其实恰好 尽管舆论制造者经常张冠礼带 把所有专制主义和所有暴政 都归到莫斯科公国的东方因素上面 但是其实有一个东方的弱社会的底子 却要急于追求西方绝对君主国的大国主义 和强国主义的改革派君主彼得大帝 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对农奴制的发展要负主要责任 就好像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 跟异国建设社会主义 依靠残破的苏联的资源来建设一个 可以跟法德等欧洲国家对抗的军事强权的需要有关 钱从哪里来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又没有黑奴 我们只能把最弱的农民当黑奴 所以必须搞集体农庄 彼得大帝等人推行扩大农奴制是权宜之计 临时的和散碎的措施 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有计划有步骤的全国一盘棋 但是基本动机也是一样的 就是若是国家若是社会 想要在短期内跳跃式发展所必须付出代价 但是无论如何 莫斯科的战略形式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像南图拉是莫斯科的南门 像西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是莫斯科的西门 斯摩棱斯克是波兰的省份 只要波兰占据了斯摩棱斯克 那么莫斯科是毫无安全可言的 波兰的军队随时可以直接冲进克里姆林工程 扶植一个亲波兰的王子 当莫斯科的沙皇 Dmitry Trubesky 1612-1613 只要波兰人站在斯摩棱斯克 莫斯科大公国就像是波兰的附庸国 莫斯科的贵族都要是穿波兰式的衣服 作为重阳媚外的体现 因为等于是默认波兰是自己的上国 要颠倒双方的关系 莫斯科大公国一定要拿下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使莫斯科流尽了血 使莫斯科在大公国早期 还保留着很多传统自由的商人和农民 完全丧失了自由 变成依附新沙皇的纯粹的附庸者 在东方 威胁来自福尔加河 蒙古人钦察人的铁骑 从欧亚大草原杀过来 越过福尔加河 从东南方向沿着后来弗兰格尔南爵 Piotr Rangel 进军莫斯科的旧路 穿过斯托雷平担任总督的萨拉托夫 直取莫斯科 在萨拉托夫和莫斯科之间 就是坦波夫 沃罗涅日之类的流民风起的筑马垫地区 只要帝国稍有风吹草动 尤其是东南方向奥伦堡 乌拉尔斯克游景 富尔加河风吹草动 那么本地一定是道匪四起 北方是比较安全的 只有一些芬兰人 乌拉尔人的小邦 小球长国和小公国 以及像特维尔这种势力 不如莫斯科的罗斯小邦 和弗拉基米尔这种已经衰落的小邦 对于莫斯科来说 北方是一个安全地带 像莫斯科这样一攻难守 形势跟大宋朝的汴梁城相似 跟长安洛阳不同的地方 对于莫斯科帝国的历史发展 有极大的影响 首都的位置非常关键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不是磕首之地 圣彼得堡面向欧洲 指望的是欧洲文明世界 同时也制造一个 照俄罗斯帝国大部分社会 应该是无力支持的 建立一支 首先是跟瑞典和波兰能够对抗 后来又要必须跟德国 法国能够对抗的海军力量 是圣彼得堡安全的唯一保证 否则裸露在波罗的海前线的 圣彼得堡 是瑞典人和波兰人的亲戚 或者是德国人的波罗的海舰队和波罗的海军团 可以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定都圣彼得堡就意味着必须装逼 把俄罗斯变成一个西方国家 然而成本却要由东方的莫斯科臣民承担 于是两个俄罗斯 欧洲的俄罗斯和欧亚的俄罗斯之间的阶级矛盾和地缘矛盾 就会变得非常尖锐 罗曼诺夫王朝看上去就像是欧洲殖民者 波罗的海德国人和犹太商人 剥削压迫莫斯科东正教臣民的代理人 如果定都莫斯科 那么莫斯科就变成亚洲人的俘虏 东南方向高加索 中亚 克里米亚的封城 48小时内可以直达莫斯科 就像普里戈金 Evgeny Prigason 所证明的那样 从黑海海边起兵的话 眨眼之间 狄奇就已经打到莫斯科的城头了 建都莫斯科的政权 必须推行亚洲帝国主义 必须推行东方战略 必须有它的巴库会议 必须征服中国 土耳其和伊朗 压制中亚的游牧民族 否则莫斯科本身和它的人民自身 都要变成东方人的奴隶 在圣彼得堡时期 俄罗斯的注意力指向西方 因此 莫斯科的南方问题不大 引人注意 依靠西方的武器 尽管俄罗斯帝国在西方的战争当中 其实是败多胜少 但是只要它能够不断地跟西方作战 和维持西方的交流 那么它就可以运用西方的技术人员 和武器征服东方 在东方的征服 基本上是有胜无败的 在东方和南方 俄罗斯帝国在西方的失败 往往是它在东方成功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 它能够不断在欧洲立足 而且屡败屡战的根本原因 如果退出欧洲政治 表面上看来不用打败仗了 但是也就不再能够得到欧洲的资源 来征服东方和南方 维持莫斯科以东以南的整体安全了 波兰灭亡以后 莫斯科的西方不再有敌人 土耳其战败以后 莫斯科的南方也就安全了 奥伦堡东下征服中亚以后 19世纪后期的莫斯科 进入了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 但是随着第一世界大战的爆发 莫斯科再一次变得不安全 西方莫吉料夫 Muglev就是普里戈金准备去进驻的地方 是俄罗斯的前线大本营 1915年波兰战役的失败 使俄罗斯帝国的精兵损失三分之二 后来支持战争后半期的军队 是动员兵 第一动员兵它是乌合之重 不像是19世纪的常备军 在军队里面服役长达十几年 军事经验丰富 大多数本来就是农民 没有什么军事经验 被国家需要抢争入伍 草草地训练了几下子 去年还是农民 今年就已经是上位了 后年就变成将军了 这样提拔出来的军官素质低 使兵战斗力不强 第二是阶级关系 俄罗斯帝国的精兵是军功贵族 或者是跟沙皇关系密切的 各阶级构成的 是帝国的最可靠的保卫者 虽然在人口中处于少数 但是相比起国家杜马中 占多数的自由主义者 和社会民主党来讲的话 他们才是沙皇真正信得过的人 但是他们在战争的头两年 就拼得干干净净 英国军事代表团 曾经描绘过俄罗斯帝国的禁卫军 他们说 他们是全欧洲营养最好 个头最高 体格最健壮的人 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 都比不上他们 但是他们全都被送到波兰的沼泽地当中 被德国飞机杀得光光 这主要是俄罗斯前线指挥官的无能 但是在这个方面来讲 俄罗斯老实说 比起英法来讲的话 差距也还是不大 英法贵族的精华 在索姆河和法尔登 跟德国人拼消耗的时候 在机关枪和毒气打击之下 也是成批成批的死亡的 当时由于俄罗斯 照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 Alexis Bruselov的说法 禁卫军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张牌 打出去以后 不是说俄罗斯没有军队了 就是说俄罗斯不再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了 在前线的部队 1915年的进攻完全失败 在奥地利前线 和加利西亚的成功 被德国军队在波兰的进攻完全逆转以后 撤退又来不及 1914年动员的百万大军 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损失了三分之二 在清皇不接的时候 前线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请求取代大公亲自指挥战争的沙皇 派出拱卫京畿的禁卫军 然后这支禁卫军很不幸 在埃克特等人指挥的西北战线 在波兰和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交界的沼泽地带 被浪费性地使用了 空军优势在德国一边 禁卫军特别勇敢 而且像布鲁西洛夫一样 他们很多是骑兵出身的 他们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呢 在欧亚大草原上跟波兰骑兵 或者是跟土耳其达达人的骑兵奔驰作战 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 他们跟法国人的骑兵 和波兰人的骑兵作战 是战绩辉煌 但是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 骑兵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减少 第一世界大战是炮兵的战争 和后勤的战争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 英国轻骑兵的英勇冲锋 变成了丁尼生的著名诗篇 Alfred Lord Tennyson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1854年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骑兵冲锋 在飞机大炮 坦克的攻击之下 很容易变成单方面的屠杀 布鲁西洛夫 是骑兵军官当中 极少数理解了 未来军事潮流的人 他放弃了自己的骑兵生涯 转而研究后勤炮兵联合作战 是少数能够适应 新时代战争的人 但是大多数贵族军官 并不愿意像他这么做 对于他们来说 依靠后勤军官 依靠企业家和工会的炮弹 来决定胜负 对于贵族来说 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 他们还是喜欢 白马将军一马当先 英勇的骑兵冲锋 跟拿破仑皇帝 和英国国王的骑兵大将 来回相杀那种 浪漫主义的战争形式 但是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 沼泽地带 根本不适合骑兵的快速运动 就连天下无敌的波兰骑兵 在黄水滩一战 Battle of Salty Vody 1648 被乌克兰哥萨克打败 也就是因为波兰骑兵 被敌人引诱 进入了沼泽地带 马蹄现在沼泽当中 无法激动 丧失了骑兵的主要优越性 结果被装备和战斗力 远不如自己的乌克兰农民 屠杀殆尽 像法国的金马次之战 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 1302 威震天下的法兰西骑士 被弗兰德的市民阶级打败 关键也是因为 骑兵冲进了不适合的 地形狭窄的地带 被困在里面 机动优势无法发挥 导致法兰西的贵族绝业 被平民所杀害 他们的镶金带银的靴子 被挂在弗兰德的教堂上面 因为平民很少能够打败贵族 所以弗兰德人为此非常自豪 最后的结果就是 俄罗斯帝国的禁卫军 在将军们错误的指挥之下 陷入了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沼泽地带 缓慢前进 被德国飞机发现 从空中轰炸 地面部队毫无还手之力 全部被歼灭 俄罗斯贵族的精华 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此毁灭 这对于彼得格勒来说 非常致命的 彼得格勒本来就是 中军派贵族控制的地区 从此以后它变成了 二线部队集中的地方 就是老弱病残军人集中的地方 一方面是 彼得格勒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从军事上来讲 反抗外敌没有什么战斗力 第二就是 彼得格勒军队变成了 反沙皇的各种势力的聚集点 使得在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 在以前向来为沙皇镇压革命的 彼得格勒军队按兵不动 甚至部分士兵倒向了起义者一边 导致沙皇不得不退位 第一世界大战 才是沙皇帝国倒台的根本原因 因为支持沙皇帝国的各种势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基本上是消耗殆尽了 同时 俄军的失败和随后的内战 也使得莫斯科再一次变成了前线 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区 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 和波罗的海各省 莫斯科有一些工业 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存在着 当权的圣彼得堡集团 跟沙皇的势力和国家杜马的势力关系 非常密切的圣彼得堡工业家 和莫斯科和外省工业家之间的激烈斗争 莫斯科是外省当中唯一有陪都地位的 它是外省工业家的天然领袖 可以说俄罗斯的工业区是这样的 它的欧洲区像法国东北部 跟德国和比利时皮林地区一样 有一个从芬兰 维宝 Vibor 圣彼得堡 一直延伸到李家的环波罗的海工业地带 然后就只有一系列工业孤岛 莫斯科 乌拉尔 顿巴斯盆地之类的断断续续的工业区 这些工业区全都是孤岛 在广大的农业区包围之下 片段性的不成气候 而首先社会民主党工党 包括孟什维克工党 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各党派 势力完全局限于工业区 在以农业区为主的南俄 他们的势力是为零的 在工业区当中 那就是各党派争夺势力了 在1917年 布尔什维克只有几万人 势力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到1917年中期 克尔尼洛夫叛乱 卡尔尼洛菲尔的时候 在波罗的海和圣彼得堡 布尔什维克大致上能够占到三四成的实力 但是在比较保守的莫斯科 更不要说是福尔加 乌拉尔各地的话 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有式的地方 广大的农村 基本上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天下 所以列宁的策略 是依托波罗的海征服圣彼得堡 依托圣彼得堡征服莫斯科 依托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征服落后的农民的反动的全额 是一个鉴此推行的过程 所以它是依靠拉脱维亚兵团 而不是圣彼得堡的工人 来打败临时政府的 然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 逮捕吉尔任斯基 准备推翻列宁政权 那是因为布列斯特合约的缘故的战役当中 他也是依靠拉脱维亚兵团 打败莫斯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 Left Assar Oppressing 最初的契卡成员 除了吉尔任斯基这个波兰人以外 基本干部也是拉脱维亚人 拉脱维亚人是革命之母 拉脱维亚工人出身的军官 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干城 因为后来波罗的海国家变成了苏联敌人 所以一般来说 大家都习惯性地把这段历史抹去了 南俄 特别是哥萨克自治区广部的南俄 是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核心 农民通常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 城市工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但是在他们还有选举权的时候 他们的支持当然也是波动不定的 在克尔尼洛夫政变的关键时刻 布尔什维克支持克伦斯基反对克尔尼洛夫 这时布尔什维克的声望达到最高潮 在圣彼得堡能够拿到三四成的选票 这是他的历史最高峰 但是随后 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 所有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 原先他对工人的所有承诺全部落空 生活反而不如过去了 因此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当中 支持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势力反而增多 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 就是因为他在立宪议会 只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选票 远远不如社会革命党 如果维持立宪议会的话 布尔什维克政权就要倒台 罗莎 卢森堡则问列宁说 为什么要解散立宪议会 列宁说 立宪议会反映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民意 现在革命形势已经向前发展了 罗莎 卢森堡就说 既然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了 议会反映的是过去的民意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为什么你只做前一半 解散议会以后 你宣布自己实行专政 为什么不重新选举 按照新的革命形式选出新的议会 列宁避而不答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新的选举对布尔什维克更加不利 布尔什维克的老根据地 比如说圣彼得堡的维保工业区 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和十月政变之间的时间内 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 都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 跟高尔基和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合作 高尔基的新生活报 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各社会主义党派 当时的一个重要集结点 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 准备在圣彼得堡发动总罢工 列宁的反应就是实行全面国有化 把工厂的权力从工厂的苏维埃手里面 转移到国家管理手里面 这是计划经济的起源 我们要注意 计划经济不是经济上的需要制造的 而是政治上的需要制造的 列宁看到 只有剥夺工人的自治权 才能够确保工人不像他们以前那样 对他们的上级不满 就投票支持另外一个党派 那样的话 圣彼得堡不又重新回到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手里面了 接下来的战争就没法打了 剥夺工人的自治权 使他们除了党国的官吏以外 别无选择 这是唯一防止工人在下一次选举中 把布尔什维克选下台的关键 所以他不好意思对罗莎 卢森堡说 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结果就是 布尔什维克在台下的时候 他的空头支票 还有一部分工人相信 上了台以后 工人就完全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了 下一次选举会导致布尔什维克 不仅要输掉立宪议会 连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也会全部输光 所以不仅立宪议会 甚至连圣彼得堡的苏维埃 都不能进行下一次选举了 不能进行下一步选举 那就只能实行国家管制 由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来代替苏维埃 和立宪议会所代表的国家进行统治 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预言过了 托洛茨基在1905年 还是孟什维克的时候 他听到列宁的政治主张就断言说 这个政治主张的结果就是 首先由苏维埃来取代国家 其次再由党来取代苏维埃 最后由党的领袖 实行个人独裁来取代党本身 但是造化弄人 最后帮助列宁实现这个目的的 恰好就是他本人 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 21个中央委员当中 12个反对十月政变 如果不是孟什维克和屈炎派的托洛茨基 拼命支持列宁的话 列宁连布尔什维克的势力 都动员不起来 正是当初反对布尔什维克 中央集权主义的托洛茨基 帮助列宁克服党内外的反对 推动了十月政变 上了这个贼船 你就不能下台了 下台以后 自己的老命都要保不住 所以就只能一路做到底了 最终做到托洛茨基 自己的老命 也被比他更善于搞中央集权的 斯大林做调为止 因此 邓尼金的支持者 在以农业为主 哥萨克人势力强大的南俄 高尔查克的支持者 在乌兰和西伯利亚 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是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 这样的核心地区 由于国有化的缘故 在莫斯科以东以南的 孤岛地带的工人 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 乌拉尔的工人发动起义 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后 投奔了高尔查克 变成了高尔查克西路军的主力 因为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仇 是高尔查克各种零散的部队中 最能打的一部分 在白军和红军的夹缝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民主政权和独立政权 包括立宪会议主席 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 Vitachernov 和富尔加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的 逃到萨玛拉 Smar 以富尔加河地区为根据地 号称是继承了临时政府 和立宪会议法统的 萨玛拉立宪会议 全俄政权 Commidian Members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但是这一系列民主政权 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像克伦斯基一样 缺乏强制力和动员能力 控制不了局势 所以很快就被取代 同样主张全俄政权 但是愿意采取 对于右派来说 是军事独裁政权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讲 是计划经济和战时共产主义 红色和白色的全俄政权 和一系列独派的小共和国 比如说乌拉尔共和国 和乌拉尔斯克自由邦 这些在1918年到1919年之间 比较有声势的独派 像西伯利亚共和国 乌拉尔共和国 福尔加共和国 一直到顿河和库班 建立了一系列国家 至少有十几个 比较有声势的共和国 实力不大足 领导人当中缺乏重要的知识分子 制定不出像样宪法的 像坦波夫和沃罗尼日这些 本来是属于莫斯科帝国的核心地带 也建立起了一系列 不敢自称为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地 他们像1991年发表主权宣言的 小共和国一样 不敢像乌克兰那样直接宣布独立 但是他们仍然宣布 他们是享有主权的独立领地 并且单方面的宣布 在红军白军和各种势力的内战中宣布中立 只不过他们的中立根本没人尊重 所有强大的军事势力 都直接从他们头上杀了过去 这是图拉 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区 是布尔什维克力争的工业基地 但是图拉比莫斯科还要保守 图拉的工人阶级 主要是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 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够赢得工人阶级的信 所以必须用暴力镇压的方式 建立图拉器卡 建立军事管制 由奥斯兴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委 行使战事权力 对反对派工人和市民实行大屠杀 用军事专制手段 把农民和市民全部强制来修战壕 和到工厂去打杂 充当不熟练工人 战时共产主义 要把俄罗斯变成一座大兵营 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口号 最先就是在图拉实行的 图拉的要塞话 是俄罗斯帝国 第一 没有因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工人阶级的反戈一击 导致整个东方落入高尔查克手里面 东方的工人阶级 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死敌 因为他们比散漫的农民更加集中 更有军事经验和战斗力 所以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胁 反而更大 而南方是以戈萨克人为主力的邓尼金 邓尼金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 南方是独派势力最集中的地方 比福尔加和乌拉尔和东方要更集中 势力更大 尤其是戈萨克人 顿和戈萨克和库班戈萨克都想搞独立 乌克兰人也想搞独立 这样一来就会瓦解邓尼金的后方 因此邓尼金跟独派势力的战争 跟顿和戈萨克的战争 跟库班戈萨克的战争 和跟乌克兰人的战争会非常激烈 在邓尼金大军 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处在两线作战的情况 一方面要跟乌克兰和库班人打仗 另一方面 他自己的军队 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库班和顿和的戈萨克统派 等于是白军主要是依靠戈萨克人当中的统派 才能够建立军队的 而戈萨克人当中的独派 跟布尔什维克一样 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加积极地 想要把邓尼金打倒 邓尼金的前脚 刚刚离开高加索和顿和 他们就在后方 发动了反对邓尼金的叛乱 跟彼得刘拉的乌克兰人一样 瓦解了邓尼金的后方 使得邓尼金失去了后勤补给 孤军在莫斯科前线得不到补给而失败 在邓尼金的军队 开到沃罗涅日和奥利尔 欧莉尔的时候 图拉只是一座孤城 全部市民都被布尔什维克 像1941年斯大林在莫斯科那样 全部抢争入伍 送去挖战壕了 布尔什维克抓住邓尼金 孤军深入不能久战 后方根据地 又被独派各共和国瓦解的致命弱点 瓦解了邓尼金的攻势 然后经过了斯大林 依靠美国和德国技术 进行的军事建设 莫斯科的西门 在哈尔科夫和斯莫勒斯克 西南方的哈尔科夫和西方的斯莫勒斯克 是铁路枢纽 他们的转运能力能够供应全国的转运 而不仅仅是本地的转运 莫斯科像巴黎一样 是全帝国的中心 三角并力构成了莫斯科要塞区的根本 物流畅通无阻 但是如果哈尔科夫丢了 库尔斯克等地的小车站的物流 是不足以跟哈尔科夫相比的 攻占斯莫勒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政权 就能够把战争直接推到莫斯科脚下 这正是希特勒德国所做到的事情 他们在斯莫勒斯克战役和基辅战役中 歼灭了红军的主力 控制了西方铁路枢纽斯莫勒斯克 和南方铁路枢纽哈尔科夫 于是莫斯科就立刻变成了前线 莫斯科的最后依托 就是大兵工厂图拉 主要是依靠美国方面的后勤支持 以及希特勒战线拉得过长不能持久 莫斯科才没有陷落 现在普京的俄罗斯帝国 逐步落到了1918年俄罗斯同样处境 由于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派系斗争 普京是依靠叶利钦政权的众多寡头 包括叶利钦本人极力提拔的改革开放派新兴寡头 和原先是苏联保守派官僚构成的保守派寡头 建立起来的各种寡头势力的支持而成功的 他也必须用俄罗斯国家的资源去回报这些寡头 并且依靠各寡头集团的相互斗争和平衡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所以对于他来说九名Alexis Dijoumen 这样他自己的亲信贴身是位出身的九名 对他来说就是宫廷系统禁卫系统 由他来掌握图拉 图拉在苏联时代和俄罗斯帝国时代都是行政级别特别高的 因为他有兵工厂来担任图拉州长 就是跟担任莫斯科市长的索比亚宁 Surgis Biden和其他派系竞争 他们索比亚宁 小帕特鲁舍夫 Dimitry Patrushev 九名 梅德维杰夫都是有太子声望 但是谁也没有正式得到太子地位 照俄罗斯帝国的说法 是大公爵 Grand Prince Valikinais 地位的潜在候选人 彼此勾心斗角是不可避免的 九名跟普里哥金交好 而索比亚宁跟邵伊古交好 在俄罗斯帝国发动战争 普京只敢搞特别军事行动 而不敢搞动员 因为他不愿意得罪受益于自由主义改革的圣彼得堡 和莫斯科市民阶级 不敢因为总动员 而引起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危机 总动员意味着国家控制所有的劳动力和战争资源 跟已经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资源的寡头势力竞争 赵伟进南北朝的说法 就是国家和豪强之间竞争人口 国家的编户齐民待遇 不如豪强的私家不取的待遇好 那么怎样才能动员全国力量呢 普里格金是准备出其制胜 招募监狱里面的囚犯 招募外国雇佣兵来为国家效力 而邵一谷呢 他本身就是叶利钦手下的改革开放干部出身 跟各州州长和地方寡头和大企业寡头关系密切 他主张像曾国藩一样 由各州的州长自己招募州兵 由各大企业的领导人 自己招募本企业职工组成的雇佣兵 用这些军事集团来代替普里格金的军事集团为沙皇效力 两者的唯一共同点是什么呢 都是不用国防部为他们筹集物资 大清皇上为什么要曾国藩出力 兵部没有兵 户部没有钱 只能给政策说 曾国藩你只要自己能够搞到钱和兵 我们就让你自己去招兵 汉陵帝在黄金之乱的时候 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描绘的一样 卢职号召广大士大夫秦王 为此过去的党争都不算了 当年在政变当中 被宣布为禁锢永远不得做官的清流党人 以后也可以做官了 祝党雇之祸169-184 只要你能为国家招兵 平息黄金起义 于是偏向清流派的士大夫和各地豪强 像卢职 黄辅松 还有孙坚这些人 纷纷起兵 像刘备曹操这样的小人物 就想依附卢职这样的大人物 自己做一个小军阀 为什么呢 因为朝廷给不起钱 给不起钱 那就给政策 希望你们自己招兵买马 为朝廷效力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必定是军阀化 老子我自己出钱出力 招兵买马 朝廷能够随便耕动吗 不能 朝廷要耕动左宗堂 或者曾国权 就必须用外交手腕了 不能像以前那样 我想撤谁的值 就撤谁的值 现在不行 我们只能用平衡术 让左宗堂和李鸿章相互平衡 但是对谁都不能斩尽杀绝 否则的话 反噬之力 就会使袁世凯时代的逼宫 提前出现了 慈禧太后 手腕高明 所以能够让 香怀军阀跟朝廷 还能够维持面子 等到摄政王时代 手腕就不高明了 朝廷就跟袁世凯的军阀 直接翻脸了 于是 大清朝就完了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话 大清朝会提前完二十年 当年在香怀军阀 还在的时候 就会直接翻脸了 普京现在就走到这条路上了 让普里格金和少依谷 彼此之间是成仇敌 这样 两派军阀的势力 就不可能团结起来搞我了 让索比亚宁 帕特鲁舍夫 梅德维杰夫等人 互相竞争大公爵的地位 这样皇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老帕特鲁舍夫 Niklay Patrushev 是国家安全机构 普京赖仪起家的 辛克格勃FSB的负责人 所以他的儿子小帕特鲁舍夫 也特别慕于黄恩 变成很多寡头官僚的统治对象 但是没有问题 圣彼得堡是皇家龙兴之地 圣彼得堡的集团当中 众望所归的 就是曾经当过总统和总理的 梅德维杰夫 可以当普京继承人的人当中 资格最硬的当然也就是 梅德维杰夫 其次就是 曾经跟叶利钦和普京 分庭抗礼 有总统之望的 莫斯科集团的领袖 波波夫 Galry Popov 和卢日科夫 Yuri Lukov 任何人当了莫斯科市长 都有太子之望 就是索比亚宁 索比亚宁跟少医谷 和西伯利亚的改革开放干部 叶利钦时代留下的 西伯利亚改革开放干部 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然后就是图拉州长九名 图拉的地位 不能跟莫斯科相比 但是九名跟普京的 个人的亲密关系 是胜过索比亚宁 和梅德维杰夫的 而且圣彼得堡集团 是过于亲欧了 多多少少 带有一些政治上的危险性 他在战争中 如果表现出色一点 像十月党人 在战争中那样 基本上就能够 把帝国的命脉抓到手里 因为帝国的命脉 是什么呢 军工生产 军事工业委员会 掌握在谁手里面 两拨人手里面 一拨是梅德维杰夫 和盖达尔集团 耶格·盖达尔 就是比如说 国家银行行长 纳比乌林娜 Avira Nebulina 之类的经济部的 自由主义官僚手里面 另一半掌握在 各工业基地的 负责人手里面 第一号负责人 最大的强翻 就是九名本人 图拉在战争爆发以后 大量兴建坦克维修厂 诸如此类的 没有图拉的这些 军事工业建设 战争维持不到现在 九名立下了血汗功劳 俄罗斯的生产能力 比如说主要依靠乌拉 但是维修能力 主要依靠图拉 九名是帝国少不了的人 他像1914年战争的 罗江科 Mikhail Rodzienko 这些 古契科夫 Alexander Gotchkopf 这些十月党人 Octobers Party 自己是兵工厂老板 又是国家杜马的一员一样 变成了沙皇少不了的人 皇后愤怒地 给皇帝写信说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把这些混蛋绞死 但是皇帝不可能绞死他 绞死他战争 就没有办法打下去了 军事工业委员会的 半壁江山就在图拉 在九名手里面 他顺便为自己开游 建立起了天下最强人 墨宇征的图拉州兵 因为他不像普里戈金那样 满世界打仗 所以知名度不太高 但是图拉州兵 就像段祺瑞的边防军 段祺瑞的边防军 在历史上不大著名 因为照日本顾问小夕的看法 就是说 边防军气血虽利 训练不足 军官素质很差 能不能打仗 要靠军官指挥的怎么样 当然也要看领导人的政治手腕 结果在第一次直挽战争 1920中间 由于挽戏在政治上的失败 和军官团的四分五裂 边防军一战而败 心事犀利武器 被吴佩孚和张作霖瓜分殆尽 在历史上没有表现出来 九明很可能会变成政治上的段祺瑞 就是此时此刻 他还处在非常有力的地位 在徐树珍等人看来 中华民国的各路军阀当中 只有边防军 完全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欧洲军队的训练和编制 武器犀利 是其他各军绝对没法比的 但是正如日本顾问所指出的那样 军官没有经验 政治家没有头脑 结果反倒是白白为人做了嫁衣赏 免费版15000字 到此为止 获取完整视频和字幕 请加入刘仲敬文稿站会员 https冒号 斜杠斜杠 lcg script 抗 付 当然 就战争形势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才讲到正题 讲背景 就把一大半时间就花掉了 好吧 但这个背景确实有点太复杂了 图拉是一手不移工的地方 它是军工基地 但不是铁路枢纽 只要粮食运进图拉 就凭图拉军火场军火工人组成的民兵必成死守 不打硬仗是打不进来的 打硬仗打接累战是旷日持久的 孙子兵法所谓杀士三分之一 而成不拔者 此功之灾业 所以 从谨慎的做法来讲 乌克兰人应该就在哈尔科夫火车站为原心 拿原规划一个100英里的圆圈 占领这个圆圈以后 然后迅速转入防御 防备俄罗斯各路大军云集以后的反攻 像九明和苏罗维金一样 肩壁青野深沟高垒 准备打消耗战 这是稳赢的做法 因为100英里之内 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都赢了 现在 乌克兰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被侵略国了 在西方看来 它是一个能够占领俄罗斯领土 能够反败为胜的国家 西方的绥靖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 同时乌克兰本身的军事形势也大大好转 欢迎您的点赞 订阅和分享转发